第2078章要不要报仇啊 略显幽暗的封闭环境中 烛火的光芒照亮四方 露夜悠悠转醒之时 只觉浑身都疼 鼻尖萦绕着一股有些久远的熟悉幽香 脑后枕着的是一片温润柔软 胸口处 还有一只手盖在自己的心口处 那手心内转出温和的法力 明显是在助自己疗伤 露夜没动 他慢慢想起之前的事了 自己追及鬼叫 一级之下引来了鬼叫的反击 险些暴毙当场 他没死 被他带着一起的牛腰 却是死得渣都不剩 此前之事 诸多不明了 他隐约有些猜想 却无法得到证实 你的伤不算太严重 在休养几日应该就无事了 静谧的环境中 九炎的声音响起 有些如是重负 见露夜没反应 九炎带眉为醋 你准备就这样一直躺着吗 陆夜顿时露出表情痛楚的模样 头昏 神魂有些动荡 他拿神魂的事当说辞 九炎还真无法判断真假 他只能查探陆夜肉身的情况 深海内有没有出问题 他完全不清楚 回想之前陆夜一身血肉模糊 被丢进来的时候 他心跳都慢了一拍 几乎以为陆夜已经死了 心惊胆战地查探了一下 这才陆夜身上的凄惨 他根本不是他自己的 而是别人死后沾染上的 那就继续休养吧 九炎叹息一生 有些没辙 自从上次之后 他一直在避着陆夜 尽量不与他有什么交集 这一晃就是好几年过去了 却怎么也没想到 有些事根本不是想避开 就能避开的 老天似乎在跟他作对一样 将他和陆夜丢在了这样一个 完全封闭的环境中 孤男寡女朝夕相处 让他浑身都不自在 陆夜安心躺好 这才发现自己就躺在九炎的大腿上 显然是自己昏迷的这段时间 九炎一直在照料自己 一时无声 陆夜还在想着之前的事情 九炎这边脑海中 却是各种念头翻滚 过往种种 终究不可能当作无事发生 而且这一趟前途未卜 谁也不知道 两人会不会一直被困在这里 永远也无法逃脱 若如此 那就真的只能在这里相依为命了 既然闭不开 那就只能好好谈一谈了 毕竟日后不能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尴尬氛围中 都是修饰 有些事其实不必那么在意才对 一念至此 九炎心中有了决断 我说 你听 不要多问 也不要说话 他忽然开口 嗯 陆夜的思绪被打断 正对上九炎的毛子 因为是躺在他腿上的缘故 这一下四目相对 几乎可以说是近在咫尺 九炎的眸光闪烁了一下 微微避开 李说 陆夜这才后知后觉 九炎深吸一口气 尽管心中已有决断 可是到临头还是有些难以启齿 一咬牙 开口道 你如今已是日照 应对身外化身之法有些了解 半词 他的声音微微有些轻颤 强行镇定 就是我的一句化身 当年深人执掌无双道 我不太放心 化身前往投靠相助 这个是深人并不知情 他从未见过我那句化身 陆夜星道果然如此 他之前其实就有这方面的猜想 因为如果半词真的是九炎本尊的话 那许多地方都解释不通 毕竟九炎这么一个顶尖日照 怎么可能被天玉魔珠影响 所以半词当年星宿的修为是真的 因为他只是一句化身 见陆夜这般反应 九炎亚然 你早就知道了 陆夜只是定定地望着他 眨眨眼 九炎不解 怎么了 陆夜抬手 捏了捏自己的嘴巴 那意思很明显 你方才说了不让我说话 九炎气不打一处来 抬手在他胸口轻拍了一下 现在可以说 他这边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准备跟陆夜好好谈谈这件事 结果陆夜却玩这一出 陆夜胸口除本就几处骨折 被他这么一拍 顿时闷横一声 九炎表情一慌 又不禁脸红 那一下动作终究有些轻腻了 他也搞不清楚 自己刚才为什么会那么做 连忙轻揉着陆夜的胸口 已是安抚 但揉了两下又觉得不对 一时间整个人都僵了 我没事 你不用在意 陆夜摆摆手 接着道 我确实有这方面的猜想 你说了才确定的 九炎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 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见他模样 陆夜反问道 那半词现在在哪 九炎悠悠地看了他一眼 死了 怎么死的 陆夜大惊 我杀的 九炎轻描淡写 怎么 心疼啊 陆夜蒸蒸无言 好半赏才道 你为什么要杀他 九炎冷恒一声 我那化身修行之法特殊 需要原因之深 你对他做下 那样的事 他已经不能再修行了 还留着做什么 可是 陆夜张了张口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怪不得从那之后便再也见不到半词了 原来是这样 半词被九炎给杀了 可是半词是九炎的化身 这要不要报仇啊 怎么报仇 总不能找九炎报仇 这是没道理的事 情绪一团乱 追寻多年的真相忽然摆在自己面前 陆夜却发现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 忽然间 他眉头一皱 不对 九炎眨眨眼 什么不对 陆夜看着他 师姐你莫不是忘记 我也修有化身之类的秘术的 如果他不是有宝血分身 还真要被九炎给骗了 但仔细一想 有些事说不通 九炎抿着红唇不说话 陆夜继续道 如果你真的杀了他 那怎么可能对他的事了解得如此清楚 所以你不是杀了他 而是将他回收了 就如同他回收自己的宝血分身一样 回收之后 宝血分身所经历的一切 本尊这边都能清楚洞察 有什么区别吗 九炎倔强地看着他 事实就是这世上再无半词 有区别的 陆夜表情认真 半词真要是被九炎直接杀了 那所有的一切都彻底烟消云散 可即使回收那就不一样了 半词已经成了九炎的一部分 或者说 他原本就是九炎的一部分 早晚都是要回收的 只是因为那一次的事提前了而已 九炎顿时气恼 我今日与你说这些 就是要告诉你 半词的事与我无关 而且我早就已经成过清了 师姐早已成心 陆夜惊恶连连 这是她完全没听说过 九炎道 我若不成心 哪里来的深人 陆夜眨眨眼 楚深不是你捡回来的吗 这是她也 我看你面色红润 应该已无大碍 自己疗伤吧 这般说着 九炎有些气脑地将陆夜拨拉到一旁 整个人缩近了一团阴影中 心中满是无奈 楚深怎么什么都跟别人说 而且 半词原本是以另外一个面貌 呈现在陆夜和楚深等人面前的 所以就算真的发生了什么事 陆夜这边其实也不应该追寻到他头上 可半词在那最后关头 却对陆夜展现出了自己真正的容颜 半词是他的分身 半词所作所为 就是他自己内心想法的显漏 但直到今日他也没弄明白 半词为什么要那么做 结果搞得今日本尊处境尴尬 或许 是不干 分身大约是不想陆夜记住一个完全与自己无关的容貌 原本打算与陆夜好好谈一次 解决彼此的问题 结果这一谈之下 问题没解决 反而更麻烦了 另一边 陆夜疼得呲牙咧嘴 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继续躺在地上 默默疗伤 两日后 陆夜感觉好了许多 这才起身查探 整整两日 九言都没理他 之前疗伤的时候 陆夜就大致看了一下这里的环境 这地方就像是一个幽闭的厢房 四周点燃了几根箱竹 整个箱房的光线不算暗 但也不明亮 诡异的是 那几根箱竹根本没有消耗的迹象 好像能一直这样点燃着 直到天荒地老 箱房左右两边各有一扇窗户 窗户上有大红色的窗帘垂落 正前方 有一个出口 门户紧闭着 自己不是被纳德鬼叫卷进来的吗 这里是什么地方 带着一货 陆夜朝正前方紧闭的门户行去 抬手推了推 门户却纹丝不动 法力催动 依然推不开门户 陆夜皱眉 抬手就拔出了盘扇刀 九言的声音这才响起 不要动手 若是动手的渔波触及到这里的任何物件 都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其实不用他提醒 陆夜自己也感受到了 几乎是在他拔出盘扇刀的同时 就有一股无形的恶意笼罩住了自己 好似只要自己赶出刀 那必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一样 九言显然也经历过这事 所以才会提醒陆夜 既开了口 他便不再端着了 又提醒陆夜一句 我们好像就在纳格鬼叫里面 纳格鬼叫没这么大吧 陆夜问道 之前在万象海上观察的时候 鬼叫其实不大 只能容纳一人的样子 这个封闭的相防虽然也不算太大 但怎么也不可能只容纳一人 鬼叫内应自有玄妙 你看看窗外就知道了 第2079章猜想 陆夜行至窗户旁 掀开那垂下的红帘 往外看去 只见一道道五颜六色的光束 在外穿梭游动 仿佛一条条鱼儿 不断地有光束被抛下 又有新的光束诞生 外面的世界看起来光怪陆离 这事 陆夜露出惊奇神色 九言道 这轿则在以极为恐怖的速度移动 说完之后他又摇头 不 不应该说是移动 应该说是在穿梭空间 你眼前所见只是他穿梭空间时引发的异象 他要去哪 陆夜问道 不清楚 九言也想搞明白他到底要去哪 但迄今为止一点头绪都没有 陆夜又走到另外一边窗户处观桥 发现情况跟这边是一样的 心头震惊身处这轿内 他完全感受不到轿子移动的痕迹 轿内空间安稳至极就好像真的只是一处幽闭的相仿 在想想之前鬼叫忽然爆发出来的恐怖威能 陆夜心头一动 这玩意怕不是一键质宝 可是放眼星空 质宝的数量是有限的 以前他为何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质宝 九言明显对鬼叫也是毫不知情的 但现在的情况就是他跟九言被困在这里了 这鬼叫的来处 因与那牛腰一样 都是来自一个叫新渊的地方 九言忽然开口 有这样的推断不奇怪 因为牛腰是认得鬼叫的 而且还很积极地想要上轿 痴姐知道新渊 陆夜问道 从未听闻 九言摇头 其实我更好奇 御剑岛上那忽然出现的门户是怎么回事 御剑岛出事的时候 是陆夜带着鸾小儿和烟鸟第一时间赶到的 九言随后才到 之前的事并不清楚 陆夜叹息一声 与虫族有关 他们在御剑岛进行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祭祀 以两位日照和所有御剑岛修士的性命为代价 打开了那个门户 他们还动用了一个淘土罐子模样的东西 我从未见过 什么样子 九言问道 陆夜当即仔细描述了一下 九言听闻也是茫然 显然不知道那淘土罐子到底是什么 所以说 那门户是虫族打开的 而且还付出了两位日照的性命作为代价 算是三位 因为第三位被我打伤 让人送回了人鱼岛 我本打算回头好好审问一下他的 如今被困鬼叫 也没机会去问什么了 虫族付出如此巨大 而且特意选在了御剑岛 此事莫不是与那大事降临有关 九言惊疑不定 我也是这么想的 虫族那边明显知道些什么 但眼下咱们没办法去印证 他们在御剑岛上打开的门户 连通的应该就是新渊 而且从新渊中过来的那几个家伙 实力很古怪 另外两个是什么情况录业不清楚 只说那牛腰 连九言居然都不是对手 这般恐怖的实力 说是无敌于是都不畏过 九言道 那牛腰 硬是助了倒击的 所以才那么强大 助了倒击 陆叶眉头一扬 阴影笼罩中 九言明媚的眸子看了他一眼 你与马冰交情不菲 没有问过他倒击之事吗 马冰就是助了倒击的 此前倒击有损 在三界岛这边疗伤了好几年 没有 陆叶摇头 他还真没问过马冰这方面的事 对倒击他其实并不了解 九言叹息一生 修行之路 日照为风 古往今来 漠不如是 不知多少修饰到了自身极限 便在无法寸进 虽说古老有传言 日照之后修饰要助就自身倒击 这才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但倒击要如何才能助就 却是根本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具体的修行之法 所以才会有身外化身之法 内丹之法 或者别的种种法门 这都是日照门在修为静无可静之后的无奈之举 可是马冰前辈助就了自身倒击 陆叶经问 是 九言汉首 所以他才会那么强大 你呢 我要是知道怎么助就倒击 就不会修化身了 就不会 九言没好气地看他一眼 说了一半助口不言 转移话题到 放眼着星空 成功助就自身倒击的 包括马冰在内 不超过三人 而且具都有自身的奇遇 是其他人根本无法效仿的 陆叶终究明白为什么同为日照巅峰 马冰的实力要强过其他人了 原来是因为这个 至于马冰到底有了什么奇遇 而成功助就了自身倒击 陆叶就不清楚了 这位前辈是前九州时代的人 寿命悠长 有属于自己的奇遇自然不奇怪 紧接着 陆叶又意识到一件事 那长风呢 三位助就倒击者 包不包括他 自然不包括长风师兄 他的实力虽强 但也在日照的极限范畴之内 那不对啊 陆叶面露疑惑神色 如此对比下来 马冰前辈岂不是实力不如那个牛腰 马冰当年以一敌多 被长风带人围攻 结果搞得倒击有损 反观这一次他们四打一 最初的时候 却拿那牛腰一点办法都没有 甚至连剑湖之威都没能奏效 剑湖可是属宝 牛腰居然能毫发无伤地阶下 何等恐怖 他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比起马冰好像要强出一大截 九言开口道 即便同为助就倒击者 实力也有强弱之分 那牛腰来自新渊 新渊内必有玄妙 整个星空包括马冰在内 助就倒击的修饰不超过三人 但这一次新渊中来的三个不速之客 居然全都是助就倒击之辈 明显不是什么巧合 这无疑意味着一件事 那就是新渊这的地方 很可能有助就倒击的法门 这也是九言被困此地 却不慌不乱的原因 他甚至还有些期待 因为鬼叫来自新渊 极有可能会带着他去往新渊 如此一来他困顿多年的未来之路就有希望了 若真如此 那此番对他来说就是一次机缘 只是他没想到 陆叶也被卷进来了 陆叶感受到了九言的心思 隐隐洞察了他的期待 只是眼下被困鬼叫 能不能脱困 何时才能脱困 还是未知之促 仔细想想之前 红色漩涡的忽然出现惊动了万象海深处的新秀殿 他投影镇压门户 至保力量笼罩之下 三个强大的敌人实力迅速衰弱 这才给万象海日照解决他们带来了机会 他们实力的衰弱 明显跟门户被镇压有关 牛腰当时很慌乱 想要通过门户离去 可惜没能成功 他既然没法离开 那么按道理来说 门户对面也不可能再有什么东西过来才对 但事实上鬼叫过来了 就在鬼叫过来前一刻 新秀殿的投影淡化到几乎不可见的程度 莫名地给人一种新秀殿故意放他过来一样 新秀殿为何要放鬼叫过来 是抵挡不住吗 还是说鬼叫的到来对星空没有坏处 入夜不得而知 在之后 鬼叫卷走了九炎 这明显是因为实力的缘故 因为在鬼叫有这样的异动之前 他的力量辐射了整个万象星系 当时的万象星系中就属九炎的实力最强 至于自己 纯属意外 他能察觉到鬼叫的反击是自己根本无法抗衡的 但不知为何 在那红色绸带触及几身的瞬间 鬼叫没有杀自己 反而将自己一并卷了进来 如今的情况很明了 鬼叫内只要不闹出什么太大的动静 应该都是安全的 而且大概率 鬼叫会带着他们回到新渊 这一点从牛腰之前的反应就可以推断出来 新渊 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为何新渊来的修饰能够轻松铸就到机 或许这些疑惑要真正抵达新渊之后才能得到解答了 寄来则安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陆夜一边养伤一边修行 九炎默默地坐在拐角处 各自互不干扰 只是偶尔有几句闲聊打发下时间 这一日正在静坐中打磨自己镇魂秘书的陆夜忽然睁开了眼睛 因为一直死急的鬼叫内竟传出了一些奇异的声响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滑动 传出哗啦啦的声音 可循着声音去看 却是什么也看不到 过来 九炎冲陆夜喊了一声 这么明显的动静他当然也发现了 陆夜心头一暖 虽说自被困鬼叫之后 九炎就尽量表现得很淡漠 很少与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交流 但真遇到事了 他还是表现出了关切 鬼叫一直没有动静 今日却忽然有了反应 明显不正常 陆夜赶紧来到九炎身边 才刚站定身形 那一直紧闭的叫门便忽然打开 紧接着一道红色绸带迅速回收 绸带的镜头卷着一道身影 那人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 显然还没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被红色绸带丢在地面上 滚了好几滚材停下 他立刻站起 催动法力 警惕地打量四周 通闭一声 洞开的叫门又合拢了 幽闭空间的角落处 站在九炎身边的陆夜宇 这个忽然出现的家伙四目对视 对方顿时一脸敌意 抬手就寄出了一件威势不俗的法宝 两位道友 无冤无仇 何故出手偷袭 第2080张倒霉但长风 这忽然出现在鬼叫中的修士 看起来年纪不大 只有三四十岁的样子 但一身气息极为精纯 不是一般日照 他明显是心生误会 以为自己被陆夜和九炎给偷袭了 陆夜抬手道 倒有误会了 非我师姐弟二人偷袭你 那人眉头皱起 此地只有你们二人 不是你们偷袭 还能是谁 陆夜道 实不相瞒 我们也是被困在这里的 他许许解释一番对方听得半信半疑 但无论陆夜还是九炎都确实没有表现出任何敌意 而且他还感受到一件事 那就是绝对不能在这里动手 一旦动手极有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这一点 陆夜深有体会 如道友所说 这里是那鬼叫的内部空间 一番简单交流之后 陆夜得知此人换作成立 他也是倒霉 本在自己的洞府中好端端地修行 谁曾想一道红色绸带凭空出现 紧接着晕头转向就来到这里了 要知道 他闭关修行之时 洞府内外可是正法重重 自信这世上不可能有人在不惊动自己的前提下发起偷袭 结果还是中招 而且他连鬼叫到底是什么样子都没看到 对比陆夜和九炎的遭遇 简直可以用倒霉来形容 最起码陆夜和九炎是知道大概情况的 这里正是鬼叫的内部 我们眼下都被困在这里 陆夜点点头 陈丽皱眉道 两位被困多久了 差不多有半月时间了 两位就没有逃生之法吗 若有的话 我们又岂会还留在这里 陈丽明显不太甘心 之后的小半日一直在寻找离开的办法 可惜此地空间封闭 根本没有出路 他在忙碌的时候 陆夜与九炎也在暗中交流 原本两人的想法是鬼叫大概会带着他们回到新渊 但眼下却忽然多了一个陈丽 他明显也是被鬼叫卷进来的 这无疑表明 无论九炎还是陆夜 都不是什么特别的存在 除了他们之外 陈丽也符合鬼叫情人的标准 所以在闭关修行中的陈丽出现在了这里 而通过陆夜的观察 这个陈丽的实力可能跟九炎相差无几 至于他出生的星系 陆夜没听说过 显然是不与万象海连通的 这并不奇怪 星空广袤 即便是万象海这个中心之地 与之有交流的星系也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已 鬼叫中多了一个人 陆夜与九炎的相处 终于没那么尴尬了 又过数日 如之前一样的动静再次传来 陆夜立刻睁眼 与旁边的九炎对视了一下 皆都神色已动 在看到陈丽的时候 他就有过猜想 鬼叫可能还会再请其他人进来 如今看来 果然如此 这次不知道又是哪个倒霉但要遭殃了 而一旁的陈丽则是迅速起身 略向叫门所在的位置 他已经跟陆夜打探清楚了 这脚门一直都是封闭的状态 只有在新人背情进来的时候才会打开一瞬间 之后会再次合拢 所以想要离开 就得抓住那瞬息间的机会 陆夜转头看向他 他其实也有这个想法 但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而且他之前隐晦地跟九炎提过这事 但九炎并不愿意就这么离开鬼叫 如果之前的推测没错 那鬼叫会带着他前往新渊 这个机会他不愿错过 任何一个修为到了他这种程度 还有上进心的修士都不会错过 哪怕前方前途未知 总要探过才能明了 与此同时 外面的星系中 两道身影一追一逃 速度奇快 前方蹲逃的那人一边跑一边高呼 马兵 莫要欺人太甚 如果陆夜再死 并能一样认出 这逃跑的家伙赫然就是长风 当日他偷袭陆夜不成 知道在万象星系待不下去了 当即顿走 陆夜带着小瓜追杀 醋日没能得手 着实气坏了 长风离开万象海后便在星空中流浪 却不想前些日子马兵忽然找上门来 对他一阵穷追猛打 他孤身一人哪是马兵对手 只能顿逃 这一路上身上的诸多法宝都消耗一空 整个人的状态极为不济 他觉得自己快要坚持不下去了 这一趟恐怕真是自己的死骑 马兵雄魂的声音自身后转来 伤我倒机 偷袭我后背 往日种种 今日与你一并清算 伤他倒机之事 马兵其实不是太在意 修士争锋 死伤难免 这万年来死在他手下的敌人不知几多 他也早有被人斩杀的觉悟 真正让他动了杀心的是长风偷袭陆叶之事 所以当日从九州离开之后 便一路杀了过来 当初他就跟陆叶说过 大致知道长风会躲在什么地方 这一过来 果然没找错 出话间 摇摇一拳轰出 长风察觉有意 勉力抵倒 却依然身形一阵 口喷鲜血 论修为 两人相差无几 但一个住了倒机 一个没有 实力简直天壤之别 若不是借助诸多法宝的防护和盾逃 长风早已没命 大线已至 长风心头一叹 知道自己这次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逃脱了 心境反而定了下来 面上露出一片决然 就在这时 他忽然转头看向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上 居然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顶花轿 几乎是在他看到这花轿的同时 一道红色绸带便从轿门中探出 直朝他眷了过来 长风大惊 连忙便要躲避 可哪里能躲得掉 红色绸带轻松将他眷住 猛地一收 直接将他收进了轿中 追杀过来的马兵见状 勃然大怒 整个人陡然爆发出强烈光芒 请可奸化作一团光球朝那花轿撞去 然而这一下却是撞了隔空 等他重新站定身形之后 那诡异出现的花轿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长风同样不见了踪影 把兵皱眉 强大的神念铺展 查探四方 一无所获 鬼轿中 轿门洞开的刹那 陈丽便闪身朝外冲去 这一下竟真让他给冲了出去 冥冥之中 大笑声传来 小小鬼轿 居然还想困住陈某 简直痴心妄想 陈业看得神色一动 还真可以啊 然而他这个念头才刚转过 就看到陈丽已经冲出去的身影 又出现在叫门处 他身上不知何时缠上了一条红色绸带 在绸带的甩动下 整个人如离弦之剑般撞了回来 啪地一声 呈大字形贴在正对着叫门的墙壁上 慢慢滑落 陈业眼角一抽 果然 想逃离这里没那么简单 又一道红色绸带倦了进来 陈业连忙转移视线 想看看这次是哪个倒霉蛋 一如陈丽第一次出现 这个倒霉蛋咕噜噜在地上滚了几下 急忙起身 警惕地打量四周 长风师兄 久言恶然地望着狼狈不堪的身影 没想到这次被卷进来的倒霉蛋 居然会是长风 陈业看热闹的神色也慢慢变得冷立 他可没忘记长风当日偷袭自己的事 若非他手段足够多 当日必然凶多吉少 却不想今日鬼叫居然将长风眷了进来 这可真是冤家路窄 久言 长风也露出恶然神色 紧接着看到站在久言身边的熟悉身影 心头一领 陈一叶 一身杀鸡陡然沸腾 想想之前被马兵追杀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几乎面临绝境 结果转眼间自己化险为夷 还在这里看到了陈业 哈哈哈哈 他忍不住大笑起来 笑着笑着 牵动伤势 又剧烈咳嗽了起来 稍稍平息 他抬指一脸 只见一点灵光璀璨 冷冷地望着陈业 马兵之刺 便由你来偿还吧 陈业眉头一扬 你这伤势马兵前辈打的 长风的伤势太明显了 一看便是才经历一场苦战的 陈业本来还好奇这家伙怎么伤得这么重 结果听他这么一说才明白原委 马兵 好高的效率啊 只是运气不好 长风这显然是被鬼叫情了近来 躲过一劫 不对啊 陈业忽然想起一事 如果说鬼叫情人的标准是某一天 区域内修为实力最强者的话 那这一趟进来的不应该是长风 而是马兵才对 他之前与陈丽聊了这方面的事 得知他所在的那边星系 确实是他修为最高 实力最强 结合在万象海中九岩被选中 陈业才有这方面的猜想 可长风的出现却推翻了他这个想法 为什么会是长风 不是马兵呢 长风显然不愿回答他的问题 被人打伤成这样已经足够丢人了 他岂能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 他只是一脸杀鸡地名是陈业 却又没有真的动手 因为他忽然察觉到 此地有莫名的恶意笼罩住了自己 那种恶意是他根本无法抗衡的程度 陈业却一脸挑衅逼望着他 九颜眉头紧皱 有些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是不可能让长风对陈业动手的 但长风与陈业的恩怨又不是他能够化解的 有愁啊 就在氛围逐渐变得僵住时 陈丽的声音传来 他坐在墙角下 擦了擦鼻中流出来的鲜血 方才那一下 他可是撞得不轻 他这话是问陈业的 虽说彼此间都没什么太大交情 但总归跟陈业相处了好几天 勉强算是熟悉了 大愁 陈业冷笑一声 望着长风 还不动手 他若敢动手 必定没什么好果子吃 陈业也有信心 能够抗住这种状态下长风的一集 第2081章长风之死 鬼叫空间中 长风神色几度变幻 却始终不敢真的出手 强大神念查探四方 想探明那冥冥中的恶意到底是怎么回事 又毫无发现 他完全不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 更不清楚九岩和路 也为什么也在这里 他只知道自己是被一顶奇怪的花轿 卷进了这里 幸运地躲过了马兵的追杀 既然你不动手 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陆业眼帘微微低垂声音森朗 鬼叫情了长风 这是他完全没想到的事 两人之间有深仇大恨 长风对他的杀鸡也很明显 他可不想跟这样的人一直共处在鬼叫中 唯有将他解决掉 才能高枕无忧 此刻长风重伤 无疑就是最好的机会 屈指一谈 三滴宝血飞出 成品自行朝长风袭去 飞掠之时 宝血迅速扭曲 化作三道分身 你敢 长风大惊 陆业出手之果断让他极为意外 因为如果他没有感觉错的话 这里是不能随意动手的 那恐怖的恶意绝非虚假 一旦动手必然没什么好下场 他不相信陆业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可陆业依然动手了 自己忽略了什么吗 陆业比自己更早来到这里 或许找到了什么规避之法 来不及多想 因为他早就领教过陆业宝血 分身自爆的威势 当初他一路追杀陆业的时候 对方就是通过这种手段逃窜的 灵神一感知 果然察觉到 三道朝自己冲来的分身气息狂暴 随时都可能爆开 若他巅峰之时 这样的局势不算太大危机 防护法宝寄出 自可安然无恙 但他一身法宝都在马兵的追杀下消耗殆尽 本身更是重创不济 哪还有多余的防护手段 想要我死 我先杀你 长风表情一粒 知道此刻想活命 唯一的办法就杀了陆业这个本尊 助手 九言的交喝声传出 闪身就朝陆业那边扑去 陆业与长风的冲突爆发得太急促了 他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 这一下动作 完全是本能 想要在长风的攻势下互助陆业 然而哪里来得及 如此近的距离 长风攻势一出 转瞬即至 陆业当即闷横一声 身上爆出一团血花潮后飞去 撞在墙壁上别落下来 长风却没有任何得手的喜悦 眸光反而剧烈颤抖起来 望着那三具扑到自己身边 气息狂暴仿佛随时会自爆 却又诡异停下的宝血纷身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转过 中计了 陆业所有的狠力和决然都是假象 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自爆那诡异的分身 只是给自己营造出了这样一个错觉 逼迫自己动手 而面对刚才那样的情况 他根本没得选择 换做任何一个出来乍到的 都没得选择 因为那完全是修饰面对致命威胁的本能反应 恐怖的恶意在陆业被打伤的瞬间变得浓稠无比 长风甚至有种感觉 有无形的目光在自己身后注视着自己 以 很好 长风望着那边跟陈丽一起坐在墙角处 看起来形容狼狈的陆业 面上一片不甘神色 然后整个人就如燃烧的蜡烛一样 从头往下开始融化 前后指两三席时间 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消失不见了 连带他身上的所有东西都一并消失 仿佛长风存在的痕迹都被抹消 右臂的空间中 一片静谧 陆业望着长风消失的方向 眼角止不住地跳动 满眼的忌惮 虽然早在之前 他就感觉到 这里绝对不能随意动手 否则便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还真没想到 事情会这么严重 他方才针对长风 逼迫长风 一方面是因为两人本就有仇 另一方面也是想借长风之手看看 在这里动手会是什么后果 所以拼着受了长风一击 他也没有让宝雪分身自爆 如今他看到了 长风就算身受重伤 也不是那么好杀的 可他却那么悄无声息地被灭杀了 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长风之死固然让他心头大快 可从这整个过程中看到的种种 却让他心情沉重 这鬼叫 怕不是真的是星空至宝级别的 这 一旁的陈丽明显也受了惊吓 久久无言 唉 唯有九言一声叹息 说起来 他与长风没太大交情 甚至还有些间隙 因为当年之所以被逼着离开万象星系外出打拼 背后的始作俑者就是长风 但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万象的人 这个出身的标签是无法抹消的 当年就是因为这一点他才会出面求情 在陈业手下保住原色等人的性命 近日他也不希望陈业与长风之间有什么冲突 然是已至此 李怎样 久言看向陈业 受了长风那一击 陈业故意没有做太大抵挡 这一下明显伤得不轻 出话间 久言便要过去查探情况 也过来 陈业低喝一声 抬眼看他 徐徐摇头 表情凝重 久言顿时有所察觉 神情一慌 没事 陈业宽慰一声 应该没事 就在方才 长风死后 那恐怖的恶意忽然转移到了他身上 压得他心神战力 方才之事 虽说是长风出手打伤了他 但却是他率先出手凝聚了宝血分身 长风因此而亡 他这边自然不可能安然无恙 只不过 那种恶意的笼罩下 陈业却没有致命的威胁感 这让他稍稍安心不少 心惊胆战的等待中 那恶意这才慢慢消散 陈业长呼一口气 对上九颜关切而担忧的眸子 没事了 九颜点点头 又重新回去做好 陈业收了自己的宝血分身 又取出疗伤的灵丹吞服 这才沉浸心神 查探员灵翘 方才恶意笼罩 无边威胁之下 他明显感觉到天赋树的活种有些异常 只是当时情况危急 随时都有性命之忧 他没功夫去查探 如今一看 天赋树活种果然有了不小的变化 那活种变得更加明亮了不少 隐约间还能看到 活种内有一颗小树苗正在孕育而出 因祸得福了吗 天赋树这一次蜕变得极为艰难 化作活种之后已经三个月了 依然没有蜕变结束 之前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一下却是进度显著 陆业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但显然跟鬼叫笼罩自己的恶意有关 他甚至有一多触发几次那样的恶意 如此一来天赋树的蜕变应该能加快进程 但考虑到长风的下场还是作罢 鬼叫绝对有自己的意志 那恶意就是他意志的显化 这么说来被鬼叫勤进来的人都是他有意识的选择 幻想海中选了九炎之后选了陈丽 然后是长风 唯独自己的进入是个例外 还有按长风的说法 他之前是正被马兵追杀的 可是鬼叫为什么选择了长风却不是马兵呢 马兵的实力明显要超过长风才对 不过这家伙是真倒霉 机缘巧合摆脱了马兵的追杀 结果却死在了鬼叫中 这一场恩怨就算到此了结了 疗伤之时 陆业发现了一件让他尴尬的事 那就是他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禁锢在了原地 可以修行 可以疗伤 可以有小幅度的动作 唯独起不了身 无法离开现在所在的位置 这显然是鬼叫对自己之前做法的惩戒 陆业无语至极 他悄悄将这个事传音告诉了九炎 九炎顿时一脸同情地望着他 随后的日子里 每个一段时间 都有一个倒霉蛋被鬼叫勤进来 鬼叫内部空间慢慢变得热闹起来 而这些被勤进来的 放眼星空 几乎各个都赫赫有名之辈 在各自的心系中 莫不是最顶尖的强者 九炎见多事广 认识其中好几个 其他的纵然不认识 也有所耳闻 因为陆业被禁锢在原地动弹不得 眼下人又逐渐变多 九炎索性便坐在了陆业身旁 拖他的福 陆业对这些强者的来历 多少也有了一些了解 又因为他与九炎是最了解事情原委的 所以每一个新进来的 几乎都会找他们来询问情况 两人也是没做隐瞒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包括万象海上之前发生的事 都一一告诉了到来的新人们 诸多强者中 陆业唯一在意的只有一个 那是一个身形心肠 一头紫色长发 细致极为妖艺的年轻人 看起来只有二十出头的样子 但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 却是在场所有人都无法忽视的强者 紫玄妖星 立一大妖尊 紫吉 陆业与紫玄的仇怨比起长风还要大 欲罗星系中 紫玄大军被灭 妖尊级强者战死十位之多 让整个紫玄伤惊动骨 那一战之后 听说紫玄方面在四处打探情报和九州的底细 明显不打算善罢甘休 只是设于九州之前的表现 暂时不敢轻举妄动罢了 紫吉明显也知道陆业的身份 但他却没有丝毫异样的表现 自被情进来之后 便一直安稳地坐在一个地方 默默养神 他欲视如此 陆业就欲视警惕 第2082章无量界水仙 幽闭的鬼叫空间中 一道道身影各自安坐 有的孤身一人 有的三两聚集 神念涌动 暗暗交流 算上路夜足足酒味 气息各异 其中女子两人男子六人 还有一个看不出性别 这位出身鬼族自称内影的强者 就是一团虚影 宛若流水一般扭曲变幻 不但从外形上看不出男女之分 声音也难辨雌雄 但经过酒言的介绍 陆业却知 这个魅影赫然便是当代鬼族的族长 而这九人 只有陆业一个日照前期 在这样一群强者当中 就显得很独特 因为只有两个女子 所以除了酒言之外 另外一个叫苏婉的女修 很自然地便与酒言亲近起来 这个苏婉是第五位被情敬鬼叫的 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很干净 姿色也相当出众 身段凹凸有致 但与他干净的气质不同 他的身上似乎笼罩着一层迷雾 因为在场这么多强者 竟无一人知道他的出身来历 他这样一位不应该默默无闻的顶尖日照 就像是从某个鸡脚疙瘩忽然蹦出来的一样 酒言也暗暗传音告诫过陆业 要他小心这个苏婉 明显觉得此女不简单 这一日 陆业闲来无事 正与其中一位强者闲聊着 之所以能聊到一块 主要是因为这位强者出身五色域 乃是十足的强者 换作众月 万象海上 三界岛与五色岛交好 陆业与盲当个人也有交情 不是什么秘密 这些年来 五色商会在万象海上赚得盆满钵满 自有三界岛的一份功劳在其中 五色域的强者们 自然早就听说过陆业这个万象海之主了 也曾有五色域的日照特意前来拜访陆业 以示感谢 有这样一层天然关系在其中 陆业与众月自然能聊到一块去 正说着话 众月忽然转头看向鬼叫叫门楚 眉头一扬 哦 这时又有新人来了 他是第七个被侵入鬼叫的 自然知道此刻鬼叫开门意味着什么 这样的场景他已经见过两次了 最初他也想借助这个机会离开鬼叫 可在得知陈丽的遭遇之后便放弃了 鬼叫既然请了他们进来 显然是不会轻易放他们走的 其他人也都注意到了叫门的异常 纷纷转头望去 只见一道红色绸带凭空出现 往后一收 一道身影便随之跌入叫内 在地上狼狈滚了一下 仓促兼占定 警惕地打量四周 然后整个人僵住了 这几乎是后来的新人们都要面临的尴尬情况 这轿子内部空间本就不大 一下子汇聚了这么多强者 新来的被这么多强横的目光瞩目 便是修为再强 只怕也是心惊胆战 以为自己落入了什么龙潭虎穴之中 哎呀 终于又来了一位姐妹 一个欢喜的声音传出 正是那神神秘秘的苏外 她就坐在酒盐旁边不远处 喜身时热情地冲新来的修士招手 这位姐姐 这边来 不用怕 这里没办法动手的 新来的是个女修 气质极为柔弱 就像是一朵在暴风雨中被摧残过的花儿 任谁见了都会不免心生联系 感受到苏婉的热情 她又看了看四周 发现此地强者虽多 但都只是在打量她 没有谁有什么恶意 顿时明白苏婉没有骗她 正待朝苏婉那边行去时 角落中一个声音传来 来的是无量借水仙道友 说话的这位叫做圣元子 看这架势明显是认识这个叫做水仙的新人的 水仙寻着声音望去 面色一喜 圣元子道友 连忙外部朝那边行去 忽然出现在这样一个地方 认谁都无所适从 既遇到了认识的人 自然是要过去打探下情况的 很快水仙就来到了圣元子旁边 两人神念涌动 一番交流 可惜了 苏婉微笑着摇了摇头 这里的女修数量本就不多 难得进来一个 她还想跟对方多亲近亲近的 路夜却是神色一动 无量借水仙 没弄错的话 这莫不是苏玉清的闺中密友 她当年从方寸山启城前往修罗场的时候 苏玉清曾交给她一块玉牌 说是无量借水仙的东西 因为水仙就在修罗场中 苏玉清嘱咐她到了修罗场 若是遇到麻烦 可以找水仙帮忙 只是那一趟修罗场之行路夜 并没有见到水仙 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联系 也就作罢 这个水仙是那个水仙吗 路夜心头疑惑 按道理来说 无量借的水仙应该只有一人才对 不至于说有那么多重名的 尤其还是这等修为 想了想 她在储物界中一阵翻找 很快找出了当年苏玉清交给她的那块玉牌 那边正在跟圣元子说话的水仙 忽然转头朝她看了过来 圣元子也开口道 那边的两位 一个是万象海之主路一夜 一个是万象岛道主九岩 你可能有所听闻 这鬼叫的种种他们是最了解的 因为事情的起因就在万象海 他们两个也是最先来到这里的 道友若是想知道更多的话 不妨去问一问 度谢道兄指点 水仙起身 吟吟一礼 那我去问一问 去吧 圣元子汉手 水仙便直直朝路夜这边行了过来 待到近前 水仙先行一礼 柔柔的声音传出 见过路道友 路夜点头致意 到了这时 他已经确定面前的水仙 就是苏玉清的那个朋友了 因为对方的气息 跟玉牌中残留的气息完全一致 水仙望着他手中的玉牌 心头了然 这个是玉清姐姐给你的吗 他这玉牌只给过苏玉清 如今却出现在了路夜手上 情况自然很明了 是 当年我曾去过修罗场 出发前苏师姐将此物交给了我 告诉我若是有事可请你照拂 水仙问道 敢问你与玉清姐姐 是什么关系 若非关系亲密 苏玉清不可能将自己的玉牌交给旁人 可上次他与苏玉清见面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并没有听苏玉清提起过路夜 路夜眨眨眼 道理 这是在万象海上不是秘密 九言原本还在好奇地打量水仙 听得此言 立刻盯了路夜一眼 苏玉有所察觉 看看九言 又看看路夜 仿佛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事 毛子都明亮许多 啊 水仙不禁伸手掩住了红唇 姐姐居然找了道理 她忍不住上下打量路夜 想看看对方有什么奇特之处 居然能让苏玉清清心 可左看右看也看不出太多 不由想起方才圣原子的介绍 万象海之主 这个分量可不轻 她这么多年在无量界静修 对万象海的变故还真一无所知 也从来没有谁在她面前提这个事 毕竟无量界与万象海来往并不方便 没有太多直接的利益关系 如假包换 路夜点点头 水仙师姐还请见谅 我被鬼叫惩戒 无法起身 多有失礼了 水仙这才恍然大悟 就说路夜怎么一直大喇喇地坐在这里 原来事出有因 鬼叫 就是那顶奇怪的花叫吗 水仙问道 她在被擒之前 显然是见到了鬼叫的 正是 路夜点头 水仙醋梅一阵 索性盘坐在路夜面前 此番之事太过离奇 我有许多不解之处 师弟能否解惑一二 她的气质太柔弱了 这眉头一蹴 无边哀怜生出 莫说路夜 便是苏婉这的女修都看得心头一颤 自当如此 片刻后 水仙弄明白了前后种种 所以说 你们推测这鬼叫最后会带我们去往一个叫新渊的地方 而那个地方 可以让我们有办法助就自身到鸡 水仙问道 路夜还没说完 苏婉便接上道 是这样的 要不然你以为为什么大家都在这里安静等待着 水仙姐姐来了正好 这样咱们就有三个女修了 以后可要多清静清静 水仙冲她善意一笑 又看向路夜 这个推断有些道理 但好像没有什么切实的根据 旁人问起 路夜自然不会说太多 但水仙既是苏玉清的好友 多说一些也无妨 如果说最初确实没有根据的话 那么现在就有了 此话怎讲 被鬼叫情静这里的 都是日照巅峰 也是各自区域内实力的最强者 见水仙疑惑地望着自己 路夜解释道 我这边是例外 不算在其中 一旁九言叹息一声 虽然没有亲眼见到 但他能够确定 自己在被鬼叫情走之后 路夜肯定做了什么 所以才被一并眷进来了 说起来 这是他连累了路夜 其实在陈立道友之后 还有一个叫长风的也被情进来了 当时他被另外一个实力更强者追杀 鬼叫却只请了他 反而对另外一个更强者视若无睹 这是何故 水仙疑惑 按师弟的说法 鬼叫情人不是应该选择更强的吗 是该如此 路夜汗首 但如果说那位更强者 已经铸就了自身道经呢 这恐怕是鬼叫没有选择他的唯一解释了